爷爷 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这么热闹啊 到处都有国旗与活动呢 小智 今天是十月十日国庆日啊 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 于1911年十月十日 推翻了满清政府 建立了中华民国 往后的十月十日 就定为中华民国的革命纪念日 在这一天 总统府前广场还会有升旗典礼 广场上还会有各式游行及表演队伍 所以才会这么热闹啊 哦 国父孙中山先生 推翻了满清政府 爷爷 这个故事好像很有趣 可不可以说给我听 哦 哈哈哈哈 好啊 呃 那时在清朝末年 国父孙中山先生与其他治士不忍看到国家一再被列强侵略 在国内 百姓生活十分痛苦 便开始革命 他们希望能够推翻满清的君主制度 建立现代国家 让百姓能过着自由 平等 富足的生活 哇 革命的过程一定很艰辛 是啊 在多次的起义后 最后就在1911年10月10日这天的武昌起义 推翻了满清政府 而在西元1912年的1月1号 孙中山先生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我们的中华民国就这么诞生了 哇 原来中华民国背后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 那么爷爷 中华民国建立后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呢 哦 哈哈哈哈 让我想想哦 哦 在民国初年 当时社会啊 开始出现各种变化 比如说当时许多留学于欧洲 美国 日本的学生 在学习了现代西方思想后 回国并加以推广 也发起了白话文运动 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与现代西方文化不断的摩擦与融合 女性地位也在此时有所提升 哦 接下来呢 在西元1937年的时候 当时的日本企图征服中国 所以中国与日本双方就展开了长达八年的战争 哇 八年啊 好长的时间哦 嗯 是啊 直到西元1945年 日本战败投降 而在战败后 当时台湾总督签署了投降书 台湾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一省 哦 这样我大概就知道 我们的中华民国建立前后那些辛苦的故事了 爷爷 今天难得是一年一次的十月十日国庆日 你陪我去看游行好不好 哦 好啊 我们走吧 哦